官兵在軍躍聲中接受檢閱 包括軍躍隊 三軍儀仗隊 陸海空學兵方隊 首次亮相的女兵方隊 陸軍步兵方隊 特種兵方隊 裝甲兵方隊 通信兵方隊 工程防化兵方隊 防空導彈方隊 以及直升機方隊等 閱兵路程全長大約一公里 經過每支隊伍 胡錦濤都會慰問官兵 同志們好 同志們好 同志們幸福了 為人聯手 駐港部隊軍事夏令營 大學生軍事生活體驗營 力營的培訓學員 香港青少年制服團體等 大約4000人 也在現場觀看閱兵試 這次是自2007年 香港回歸10中年之後 胡錦濤再次檢閱 解放軍駐港部隊 胡錦濤這次一連三天的行程 重點活動 還包括6月30號晚上 香港特區政府為他而設的歡迎晚宴 以及7月1號早上舉行的 第四屆香港特區政府的就職典禮等等 風宏衛衛衛室 黃紫妍 香港報道 胡錦濤主席是在中午抵達香港 他表示會利用三天訪問行程 多走走 多看看 感受香港的發展